我真的很喜歡玩這個角色 但我沒有想到我會選擇這個角色 不少選擇 我覺得好像從來沒有一個喜趣的角色 贏過這個最佳女主角的獎賞 所以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會有機會上台 真的要感謝評判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今年看中的是 可能一個很不一樣的我 曾經看到的都是比較女強人 或者是比較嚴肅嚴格的角色 這一次是我第一次扮演比較活潑可愛 是跟我的本身的性格完全不一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給人家一個新鮮感 也很開心他們感受到那個新鮮感 今天可以抱著這個回家 第一潮期滿長的其實 就是在讀書的那段日子 還有畢業的那一兩年 所以其實我入行已經快十年了 有很多人還以為我算是滿信任 所以你可以算得出我的第一潮期 其實算是滿久的 非常高興今天 終於拿到我第一個成就獎 很感動很感動 我們這個動作年代拿到這麼多的獎 我們大家都非常努力在這部戲裡面 演員工作人員 crew 所有的人都非常努力 可以說是很難得可以拍到一部戲 我希望可以好好享受這個 居家男主角 畢竟都入行十三年 然後也付出了很多 然後也花很多的心思在我的資產上 然後我自己的內涵內心 然後演技方面我都非常的努力 我希望不單止只是這一部 我希望新加坡的電視劇 不只是這樣 我希望會更好 更多好演員 更多好的電視劇 帶給全世界的有花的地方 這是我最大的夢想 點燃 不 róż 不斷 그래서我利用電視 鏡頭形式 你不需要抹在競梯 或比利用電視劇 更多了 不利用電視劇